今天我們繼續街拍 今天器材比較輕便 拿了一部Sony RX100 這部機器有24-70 這個島來講拍街拍都很方便 其實RX100現在進化到主要有兩個型號 有一個是24-70 另一個是24-200 而街拍來說我覺得24-70會比較好些 因為24-70最大光圈是1.8 1.8在這麼暗的環境或室內拍都很方便 另外我亦加了一個adapter 可以下濾鏡 現在剛才我下了一個ND的濾鏡 因為我想準備拍一些Pan鏡 Pan鏡的快門比較低 所以下了ND濾鏡會比較方便 另外亦會有時活過偏光鏡PL 下了Protorizer 有時地面的沙面的反光會減少些 或者有時有些玻璃面 或者一些膠袋面假設 你減些反光畫面就會乾淨些 其實用機仔拍Pan鏡都不容易 因為機械Pan的時候不適合手 難度更高於單鏡機 我們就嘗試在電車軌的範圍之內 Pan電車、貨車和巴士 我們會拍攝電車和周圍環境的關係 其實電車已經是不少香港人的生活一部分 在電車站附近 最容易捕捉到不同的人生百態 我們會拍攝電車 另一個好處是這部機器有一個viewfinder 這個viewfinder的設計像潛網鏡 按一按再慢慢 有時在陽光比較猛烈的環境下 我們看背部門不是很清楚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一個finder 用一個finder取景也可以拿一些比較 更加緊湊的畫面 即是我們構圖方面會更加細緻 看得更加清楚 另外一個反螢幕也挺好用的 有時我們在不同的角度 我們可以這樣反看 或者這樣低角度 甚至乎有時喜歡玩自拍也好用的 不過在街拍來說 我們用一個螢幕的機會 就會大一點 因為有時我們不需要看著主體 在打側拍攝 也不會令主體感受到你 所以表情或動作就會更加自然 在這趟電車旅程拍攝的作品 不少我利用了黑白方式的處理 黑白作品 去除了彩色方面的干擾 令觀眾更容易深入拍攝的主題 而黑白的味道更加配合到這種古老的交通工具 這趟電車 我們都會下車下站 原因是看到一個地方 這個湖位很漂亮 我們都在這裏下地拍了幾張線條 在這個電車站 我們運用了電車站的上蓋 電車 路軌 甚至乎乘客 形成了拍攝的元素 大家可以在畫面找出引入線 主體或脆味點 而部分的構圖也帶到一些抽象的味道 今天主題就是以電車拍攝為主 所以我們會沿著電車路去拍攝 主要是有關電車四周圍的環境 人物的關係 一路沿途去 也會下車拍攝其他 我們搭的這輛電車就比較擠迫了 所以想在車上靈活走位 就非常之高難度 我們以有限的空間 都會盡量取景 希望拍到電車和四周圍環境的關係 因為我們要在車上拍照 而電車也不停走 所以車上的震動也不少 要避免相機震動 我們拍照的時候 身體和手 就最好盡量不要貼到車身 而手最好零空吊起 形成一個緩衝 就可以減少相機震動了 拍照的時候也要一眼觀測 留意一下電車四周圍所發生的事 例如有人難過路軌 或者有單車附近經過等等 我們都不能錯過 拍照的時候也要留意一下相機的水平 因為電車不斷移動 我們拍照的時候 不自覺地傾側了 也不在意 我們在上層拍攝 鏡頭往往往往向下咬 而形成一個透視的改變 這樣相機就算不水平 有時我也不可以察覺到 當電車走到銅鑼灣崇江附近 我覺得這個地段的畫面是最豐富的 因為人最多 最熱鬧 而往往會出現人車爭路的情況 而崇江外場外面的大螢幕 亦為這個地區提出一個特別的景點 這區另一樣引起注意力的就是這條超闊的斑馬線 每當轉燈的時候在左右兩邊的行人湧出路面 真是非常壯觀 維園的附近亦屬於繁忙的路段 很多時候會見到巴士和電車拍滿站 另一個特別的拍攝點就是春央街 電車會經過春央街的街市 電車就慢慢進入 而路人也慢慢走開 這個畫面相當有趣 看起來有少少混亂 但也感受到有秩序和和諧 而這個古老的運輸工具 也正正融入了我們的生活中 因為快樂 我們覺得我們很適合 我們一定會和諧韜 有幾個大鎮 會不會 我們也會在村立 我們很快樂 我們先走那邊 我們來自摃 我們來自相櫃 我們去吃個天的地方 我們來自小一起 我們你來自來自大 tragedy 我們來自小的人 我們去吃個天獄 我們來自小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